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周末大家一起欢乐大猜想 我的规则非常简单 一共六道题目 三位亲情助猜 到底是对是错全屏 各位判断 首先更热烈的掌声 献给坐镇现场的三位助猜嘉宾 天际石磊 无惧风雨自尽前行 大家好 我是一直在路上的石磊 欢迎演员李春海 用微笑面对生活 以好奇保持热爱 大家好 我是李春海 感生送给演员王一 人人就会发现乐趣 大家好 我是热衷于寻找乐趣的王一 欢迎三位真正的答题权 在二十位答题者的手中 保证自己的正确率 因为全场我们设有三档奖品 等你来拿 给自己鼓个掌吧 祝你们好运 好了 谢谢各位 一切准备停档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到集探究何处 阿克赛是戈壁高原上的一片绿洲 拥有多种地貌 旅游资源丰富 奇妙的影视城 壮阔的大漠风光 美丽的高原湿地 色彩丰富的胡羊沟 在这里您能感受到 不一样的西北风情 这里的人们纯朴好客 鲜美的羊肉 欢乐的东布拉 热情的歌舞 都是阿克赛人 招待远方来客的方式 这里就是多彩阿克赛 好客哈萨客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 就是这里 甘肃省九泉市阿克赛 哈萨客族四志县 好美的地方啊 一眼望去 有草原 有河流 有沙漠 还有雪山 更有浓浓的民族风情 今天就让大家带着猜想启程 一起走进阿克赛 从哪先开始呢 那肯定得是吃啊 但是此吃非彼此 去到天南海北旅游 谁还不吃一口当地的美食呢 邓大眼镜 全场第一题听题 哈萨客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 每当有客人来 主人家都会热情款待 当然 待客的美食 也是非常丰盛和美味的 那么到阿克赛当地人家做客 会受到怎样的款待呢 今天一大早 李银生就开始准备 招待客人的食物 李银生并不是阿克赛当地人 是二十多年前 嫁到当地牧民家里 来到这里之后 才开始学习哈萨客语 学习操持家务 如今的他 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哈萨客语 也是远近闻名的好媳妇 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秀秀 金黄的鲍尔萨客 酥脆的伞子 都是待客时不能少的美食 而招待客人最关键的就是 煮羊肉了 秀秀今天要用自家养的哈尔滕羊 来款待客人 这个也放转掉了 哈尔滕哈萨克羊 是本地的特产 这种羊生活在海拔 三千至四千米的高原牧场 吃的是草原上的天然牧草 喝的是来自于冰川和雪山的泉水 肉质细嫩 滋味鲜美 且脂肪含量低 口感紧实而富有弹性 而煮肉时所用的调味料 也仅仅是一把盐而已 客人们到了 一碗香醇的奶茶 为远方来客 赶走了旅途的疲惫 我们煮羊肉就放盐就行了 盐吧 其他的调料都不放 这个要煮多久 这慢慢煮的话 要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如果是风干肉的话 就要煮到煮三个小时的 在等待羊肉煮熟的时间 秀秀热情地向客人 展示了自己手工制作的沾毯 这是我自己做的 这是手工羊毛 包括这个羊毛粘 哇 这太好看了 这也好看 羊毛粘是哈萨克族人 生活中的必备之物 秀秀的心灵手巧 彻底震惊的客人 这也是我自己做的 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这好看哦 终于 一锅肥美鲜嫩的羊肉 可以出锅了 肉来了 切我们汗和羊肉 先你们品尝一下 鲜美的羊肉 让客人吃得大呼过瘾 其实在阿克赛 吃煮羊肉 有很多的讲究 其中在不同的场合 食用羊的哪个部位 是最讲究的 那么 问题来了 请问在阿克赛会先用羊的什么部位 来招待客人 单选题 选项A 羊头 选项B 羊腿 选项C 羊脖子 三位请判断 十雷 你选择的是B 为什么 羊腿是羊身上最好吃的地方 凭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它肉多 而且那个肉是鸡肉 羊身上怎么能有鸡肉的 是电子肉 是这个肉 所以它嚼起来又韧 又不是那么柴 而且羊腿上的三分是最轻的 它一定是用最好最稀有的食材 来招待客人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羊腿 为什么不是羊头 羊脑的就那么一点点 它那个脸上都没肉的 特别柴 吃羊脑花吗 我再说一下羊脖子 你从图个好彩头的角度来讲 都不可能是羊脖子 你是好彩头 你给羊头嘛 是不是 你哪给羊脖 羊脖怎么啃 没肉 您吃过鱼吗 当然了 鱼最好吃的是哪一部分 鱼唇 No 还有鱼腮边 鱼腮下面那块肉 是不是最嫩的 对 没刺 为什么呢 因为它活动的多 就像羊脖子一样 它一样活动的多 但既然能出这道题 我觉得它一定是 特别的特殊的这个节日吧 以特殊的部位 招待最贵重的客人 不能走寻常路 对 还有一道特别好吃的菜 叫做清炖羊脖子 也没听过吧 特别好吃 就是那个肉特别鲜嫩 羊头就是确实没什么肉 绝对羊头 你想 羊头是最尊贵的 独一无二的 而且你们说羊头不好吃 我经常吃羊脸肉 羊脸肉非常好吃 没错 没错 我们再看羊腿 羊腿你说是把哪根腿拿出来 算是尊重呢 右后腿 万一它是左撇子呢 左前腿 所以他这个没有一个就是重要 是前腿后腿 左腿右腿 上腿还下腿 杨博这就更冷门了 这个就无庸置疑了 讨论 就此结束 二十位请判断 祝你们好运 看一下选项分布 那么在阿克赛 会先用羊的什么部位 来招待客人呢 羊肉的各个部位 都是很有讲究的 就选一些肉质好一些的部位 招待客人 我们招待客人 最小部位吃的就是羊头 原来款待客人是 最先吃的是羊头 那么这最先分肉的任务 又是会由谁来进行的呢 找必 他要把羊头肉 分给其他人吃的 当地人极为尊重长者 而由长者来分割羊头 更是表达了 对客人的尊敬和欢迎 用猪肉来招待客人 是哈萨克族人的传统 每当有客人到来 或者是婚礼 庆生等等大型聚会 猪肉是必不可少的 而当地人的热情好客 也是深深地感动了 每一位宾客 很热情地邀请到家里做客 这是机会 应该是对我们来说 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旅行 就是沉浸式的 当地的那种 简简单单的烟火器 就是特别感染我们 感觉都被热情给包围了 我就是觉得 他们对家庭的传统很重视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 一羊头 一羊头 真的是一羊头 好棒 来看一下 第一题的正确率 感谢王毅 非常好的成绩了 错误的呢 有八位 十二位正确 我们一提到少数民族 基本上都有一个印象 热情好客 第一题表现出来了 还有能歌善舞 所以看看再歌再舞的他们 第二题 看题了 哈萨克族人能歌善舞 热情好客 每逢节日庆典 或者是家庭聚会 人们都会放声歌唱 翩翩起舞 而乐器 是哈萨克族人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伙伴 东布拉 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 其音色优美 曲调轻快奔放 是最受人们喜爱的乐器 东布拉 东布拉是我们哈萨克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传统乐器 各种我们哈萨克的捷庆 它会出现很多 它基本上它就是我们马背民族的一个随身写的一个乐器 随时都家里面就放着一个东布拉 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东布拉 坐在一起 就是喝着奶茶 聊到天 然后唱着歌 用东布拉去弹唱 当地人都说 有东布拉在的地方 就是快乐的地方 会弹奏东布拉的乐手 在当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人 而在这里 不论男女老少 几乎每个人都能弹上一两首曲子 从小学习弹东布拉 也是很多小朋友的一项重要的课外活动 传统的东布拉的情节 情节是用羊肠制作的 如今人们已经用尼龙咸代替了羊肠咸 而且情节的数量 也是随着音调的需求而有所不同 在博物馆中 就陈列着各种各样情节数量不同的东布拉 那么问题来了 停 停了 请问传统乐器东布拉 有几根弦 选项A 两根 选项B 三根 选项C 四根 三位请判断 这个题吧 我相对比羊脖子就有了很多的把握 真的 因为我见过 我看到过食物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我两根的 三根的 四根的都见过 我看到题目是说传统乐器 论传统来讲呢 我觉得一定是两根 因为其实这个乐器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 就是在初期这个乐器出现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这个演奏者 当时的一个表现 歌曲的一个丰富性 那个时代下的这个乐器它不会很复杂 东布拉它表现的形式特别有意思 它的右手会拨几根弦 然后拍几下那个琴香 它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出来的形式 和它不一样的乐曲的丰富性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两根弦足矣 我刚刚看视频的时候 我感觉那个弦不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C就可以排除了 然后这个两根 传统乐器有两根的 二胡啊 二胡就两根 它这个就重复了嘛 所以就是三根 来 实类 为什么四根最多被你选了 中半来有几根弦呢 我们先这么来推断 就是哈萨克族生活在草原上 草原上你不可能拉一个乐队出来 我为了表达自己的情绪的话 我可能只有一个东布拉 东布拉它既要弹出各种不同的音色 还要飘机出不同的一些节奏出来 所以它就要求这个乐器 要有比较宽泛的音色和音域 我既能欢快 我也能音域 我也能浪漫 我也能小桥流水 所以要让东布拉能弹奏出 这么广泛的音域 最少四根弦才能做到 谢谢 谢谢三位 A B C三个都有 二十位 二 三 四 请判断 看一下选项分布 九位认为是两根弦 六位认为是三根弦 五位觉得四根弦更稳妥 更丰富 来 一起叶整一下 那么传统的东布拉到底有几根弦呢 传统的基本就是两根弦 原来传统的东布拉只有两根弦 可是仅仅用两根琴弦 是如何能弹出这样丰富的曲调的呢 其实两根弦它也不得 因为它走的是和声 东布拉它不光是弹 它还有扫弦 它还有速度 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 有更多琴弦的东布拉呢 因为就是我们民族音乐的发展 东布拉的音乐需求多了 它就增加了三根弦 也有四根弦吧 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民族交易享乐 然而无论怎样改变 东布拉快乐的曲调 却始终没变 两根弦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杖 不错 来看一下本题的正确率 九 十一 给初爱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刚才我们吃了喜 然后呢我们也看了民族乐器 想一想 这两个结合一起 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吃喜 而且 这就真正的大事 喜事 喜事 哦 原生态的一场婚礼 我们去参加了 所以第三题呢 相互问候寒暖 相互问候寒暄 羊毛毡是当地人生活的必需品 亦是参加婚礼 必备的礼物 奶茶和煮肉 更是婚礼上必不可少的重头戏 主人家都要专门请人来煮奶茶和煮肉 会请一个最会煮奶茶的一个媳妇把这个关 然后煮肉就是男士们的事情 就是煮得烂不烂呀 没肉没入味呀 就是那样子的 因为上桌的就是奶茶和肉 所以说基本上就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按照哈萨克族的传统 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 更是两个家族的融合 丰富的礼仪 更是体现了哈萨克族人 对于婚姻和亲情的重视 现今在阿克赛婚礼依然采用传统的方式进行 在传统婚礼上 粘房有着重要的功能 婚礼的所有仪式都会在粘房里举行 传统婚礼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由女方举办的出嫁仪式 出嫁仪式会在女方的粘房里举行 仪式过后 新娘会被自己的哥哥们从粘房中送出来 连同自己的嫁妆一起出门 这些嫁妆会被摆放到允许仪式的粘房中 各种漂亮的毛毡 汉子 代表着满满的祝福堆满了粘房 女方的那个嫁妆之类的很复杂 整个赶粘开始做嫁妆 姑娘穿的嫁衣都是母亲一阵一些自己分出来的 然后就是姑姑们会帮着做个粘呀这样子的 而新娘会被送到新郎的亲戚家 为迎娶仪式做准备 后面就是男方举办的迎娶仪式了 这也是最为热闹的一个仪式 装扮好的新娘会在乐队的引导下 进入粘房完成仪式 而在整个迎娶仪式的时候 新娘则会在两位女性族人的帮助下 进入粘房完成所有的仪式 那么问题来了 听 听到 在哈萨克族的传统婚礼上 由谁将新娘送入粘房呢 单选题 选项A 新娘的姐妹 选项B 新郎的姐妹 选项C 新郎的嫂子 三位请判断 石磊 你先来 为什么C 他第一个是这个家里的熟人 第二个他也从外面 进入到这个家里面来的 曾经是外人 他的视角跟新娘一样的 我在观察新郎家的 这个人情事故的时候 视角也是相对客观 他看到的跟新娘子 是可以有沟通语言和沟情点的 家里的注意事项 自家人可能看不出来 嫁进来的媳妇 她能看得明白的 所以我在领你走这一路 进粘房 你想想 以前的草原得多大 一家就是上万亩的草原 他得有个人陪着 唠坑 你得唠啊 还有一点 长嫂如母 我得告诉你啊 进了家 这个家如果说长辈 他没话事的话 这个是不用多说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由新郎的嫂子带进来 为啥不是新娘的姐妹 新娘的姐妹就是闹腾一下 你当伴娘可以 你要领到粘房里 这么郑重其事的一件事情的话 它是得有仪式感的 你都没经历过事 你带我进去干啥呀 新郎的姐妹 那不是一样的更不行了 我跟你都不熟 你带我进去干嘛呀 给你俩了 你俩是组团销售的 抱团的 王一先来 为什么是A 我们在结婚的时候 伴郎啊 伴娘啊 都是自己的姐妹哥们 C这个就特别有局限性 就这个对家族的这种要求特别高 就万一是独生子呢 从外也认同新娘的姐妹 因为我虽然没当过新娘 但我当过伴娘 我们山东人这个伴娘呢 她有一个身份是 要未婚 所以我就第一排除了就是嫂子 我觉得肯定不对 你对你的选项C还有信心吗 十雷 我没质疑过 杠精的本质 二十位 究竟是姐妹带进去 还是嫂子带进去呢 请判断进毡房 看一下选项分布 A 您二位 拉来了半壁江山 十个人 有三个人选择的是 你们三个人都没提到的选项B 也就是新郎官可以有姐妹 选C的不少啊 七个人 你我想象的少 A和C都有可能性 也都有合理性 但是还是那句话 要看的是当地人的习俗 进毡房那一刻非常重要 验证一下 那么传统婚礼上 到底是由谁 把新娘送入毡房的呢 在我们迎亲仪式的时候 就是陪伴她身边的 就是亲郎的嫂子 整个迎亲过程 然后婚礼结束为止 她两个嫂子都会在她身边 完成整个婚礼 可是为什么是由新郎的嫂子 来送新娘呢 一是害怕她没经验 扶着她 然后要尽力的地方 怎么走 要怎么表现 就是一是想表达 就是嫂子给她戴个头 戴个好头 把她迎亲进来 像嫂子一样能干 而是轴力之间 要互相关注 帮助 然后有些不懂的地方 要请教嫂子 三就是 一起团结起来 把这个家经营好 如今 在举行完传统婚礼后 当晚会再举行一个宴会 而参与的都是新郎新娘的同龄朋友 这是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了 而长辈们也会聚在一起 再歌再舞 自得其乐 C 嫂子带进去 千百次回首 就为这一次相遇 你看你咋又复活了呢 刚才你半条命都没了 已经怂了 一下这个气焰又生了起来 真的 不信我 史磊的带领下 我们看看正确率 7个人回答正确 错误的13个 三题过后 我们看看 20位答题者的正确率 评线 连对三题的四个 正常水准并不差 两题五位 答对一题的六位 我们准备继续了 其实刚才 信心的朋友都看到过了 尽管搭了个专房 很漂亮 但其实是在小楼的院子里搭的 每逢重要的节日 他们都要再次搭好 粘房 这也是对自己文化的致敬 来吧 请看下一题 粘房 在哈萨克族人的生活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哈萨克族人历史上是由木为主要生活方式 而寻找水草丰美的草场和四季牧场的迁徙 是牧民生活的常态 因此 粘房就成了牧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装备 时至今日 当地人各种重要的传统仪式 依然会在粘房中举行 传统哈萨克族的粘房和蒙古族所使用的蒙古包 从外形上看起来十分相像 那么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 蒙古包和哈萨克绽放的不一样的地方有两个 一个是它的这个估价不一样 比如说哈萨克族的这个曲杆是丸的 蒙古包是制的 这一个由了丸都提高了它的坚固性 还有一个提高了它的高度 第二个是什么 它的这个女士的装饰不一样 从绽放的里面的这个装饰来看的话 一个是跟蒙古包不一样的地方 有这么一个菜带 宽宽的菜带 还有一个是我们用这个机器操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有可能外面的粘子进来的进来 出去的出去 你展上面要做成这种一个袋袋 然后各种各样的花纹 看地下铺的这些花绽 各种各样的花绽 你看一下 这个都在样貌 做成粘子以后才上面上这个花纹的 想不到传统哈萨克粘房不仅美观好看 这其中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这其中选料 加工 搭建 装饰 都是有特别的讲究 仅仅是骨架的制作 就有大大小小的十几道工序 而顶部骨架的制作 更是需要特别的技巧的 选好合适的木料之后 要先把木料充分浸泡 然后再烤干 这样做的目的 是让木材不容易干裂 且韧性更大 经过简单的加工后的木料 需要在工具上反复弯曲 最终要弯出合适的弧度 这可是个慢功夫 不仅需要合适的力度 更需要的是 要求所有的骨架 都有相似的弧度 这样搭建出来的粘房 才能稳固耐用 看到这儿弄个窟窿 包个身子一磅 就好了 因此 粘房顶部骨架 所选用的材料 就会有特别的讲究 那么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哈萨克族 粘房顶部的骨架 会使用哪种木材 选项A白羊木 选项B柳木 选项C 沙枣木 三位请判断 春爱 你被孤立了 你选的是B 两个男生选的都是A 王毅先来 白羊木 白羊木 甘肃那边好像比较多 我感觉它应该偏质地会硬一些 结实一点 柳木和沙枣 沙枣就有点像那种沙漠里的那种灌木 它没有什么出材料 难堂重刃 所以它出不了什么硬质的 柳木就有点软 它除非要用那个树干 那就要切好多树 肯定是白羊木 为什么 白羊有多厉害 很厉害 它长在那一千年不倒 就是说即使这个白羊树死掉了 一千年不倒 倒了以后一千年不腐 腐了以后它还能画成白羊的那个画石呢 你说的是白羊吗 狐羊和白羊 对 一字之差 但是我们有没有曾经听过一首歌 听过 一颗呀小白羊 以后别唱了 长在少所旁 天哪 少所旁 边房 千里戈壁潭 长着小白羊 有白羊也有狐羊 所以呢 在那么一个戈壁或者说是普通的其他植物 或者灌木等等 不太容易生长的地方 它反而能够繁衍得开 有白羊也有小白羊 对 有狐羊 是不是 所以你根据这种白羊木的一个特质 它是比较坚固耐用 好巧不巧啊 四月凡刚去甘肃拍完戏 好巧不巧啊 我这个人特别爱吃 好巧不巧你是干过木槳 不 我是吃过一道地方的特色 叫做柳木羊肉串 所以我知道这个柳木 它不是像你们二位说的 就是特软的那种的 或者它是那种 我记得是深红色 很硬 很坚韧的那种枝干 红柳的铅 对 红柳烤串 我就觉得这个柳木当地取材很重要 来咯 我不知道你们是没吃过什么样的串 面对它全场第四道题 哪种木材呢 请判断 听信 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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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吃过这个串 十九 我是不是又破纪录了 郭老师 绝对破纪录了 只有一个漏网之余 选的 A 来吧 面对它希望 谢谢大家欢喜 见证 那么传统的哈萨克绵房顶部的骨架 到底会选择哪种木材呢 我们的绽放主要用的是柳条柳树 另外哈吉开馆长还告诉我们 这种柳木是当地野外比较常见的品种 当地人称为细叶柳 这种柳树特别适合制作骨架 此外为了环保 当地人仅仅是选用柳树比较粗的枝叉来制作骨架 而不会整根的砍伐树木 可是人们为什么会选择柳木作为绽放骨架的材料呢 选择柳树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它的轻 它比较稀嘛 第二个是它比较老沟一点 这是这个两个原因 如果别的树的话 比如说白羊树的 它一个是粗一些 一个是重一些 它抬起来不太方便 主要是两个原因 现在 粘房虽然不是人们主要的居住场所了 但是 粘房依然在当地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如今 传统的哈萨克族粘房营造技艺 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而且还走进了校园 从来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 对象并对了 有目 没错啊 看看本题正确率太厉害了 有位正确 回答错误的 对 那我们行程就继续了 在开篇的时候就讲过了 在这里可看的风景有很多 在欣赏美景的同时 注意 第五题要来了 走 阿克赛地处甘肃河西走廊西锤 位于青海 新疆 甘肃三省的交界 是甘情旅游大环线的重要节点 是游客从青海进入甘肃 往敦煌游览的必经之地 而阿克赛自身的旅游资源 也十分丰富 阿克赛老县城的旧址 如今已经成为了影视基地 在这里 游客可以亲身体验 众多影视剧的外景地 是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阿克赛这个地方 我一来我就特喜欢上这个地方了 这个城市特别干净 然后呢 他们的那个牛羊肉特别好吃 本地的哈萨克民族这些人 特热情 西北嘛也是第一次来 就是说感受一下 这边不一样的风景 我们是从那个兰州落地 然后到张晏 然后到敦煌 像到这来了 不一样的美 值得来值得来值得来 广东东山那边过来的 海湾的可以 我从上海过来的 当地的风土人情蛮蛮好的 在家乡看不到的 这里很广袋 非常非常广袋 从北京到了西宁 然后租辆车 清干大环线 那边人没有像 大众旅游城市人那么多 体验的是西北这种 民风 是吧 而在距离阿克赛城区 仅十几分钟车程的范围内 就可以体验 一望无际的大漠风光 我们是先坐飞机到西宁 然后租的车 走那个清干大环线过来 就是又有好吃的 又好玩的 又好看的 这一路特别神奇吧 你看我们有去过雪山 然后又进到沙漠 就感觉反正跟我们那边 完全不一样 很壮丽 就是没有办法用相机 或者视频记录下来的 必须得自己亲眼来看 在秋季 色彩斑斓的胡杨沟 更是让摄影爱好者 无法放下手中的相机 然而 阿克赛的美景 不仅仅是粗广豪迈的沙漠戈壁 也有水草丰美的以拟风光 大小苏干湖湿地 就是一片富饶的绿洲 咱们这个湿地的话是 咱们甘肃西部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湿地 90万亩左右 而且它由三个河流 两个湖泊组成 小苏干湖在咱们这个 海泽湿地的东北面 它是丹绪湖 这个大苏干湖在咱们的 这个西边 这个海泽湿地 西边的话它是一个 咸水湖 这里不仅景色迷人 更是鸟类的天堂 绝佳的环境 吸引了各种鸟类 再次栖息 如果说鸟的数量的话 它其实比较多的时候 一般达到这个 十万多尺 这里其实鸟的中立 有一倍 将近一倍八十种 特别是咱们国家珍惜的一些 大小天鹅 就是咱们说的北天鹅 小天鹅 还有咱们的国家 这个一级保护的这个黑关 还有这些鹿色 这个白鹿 还有个北关 看来大小苏干湖湿地 的确称得上是 官鸟的绝佳之地 那么问题来了 听这道题了 请问 在阿克赛苏干湖湿地 最佳的官鸟时间是几月 选项A 2月和6月 选项B 4月和8月 选项C 5月和10月 三位请判断 好 谢谢三位 实际选B 四吧 其他两位选C 5和10 实际选数 如果你这个天 你去东北或者去西北 比如说去到新疆 早就下雪了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能滑雪 它的冬季会早来一点点 它的鸟呢 会早一点前行走 对不对 到4月的时候 春天就已经差不多 步着春风的脚步 鸟就来了 4月 然后到8月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点寒意了 在当地 8月底就已经 说不定有些地方得穿一个夹克 你到8月一定是属于不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一定是B 4月和8月 感谢你的推断 这是核心词 刚才的一切都是他的推断 我不靠推断 我是真的去了那里 对 在去过 对 对 我4月份去拍的 你知道4月份的甘肃 早晚要穿什么吗 它不是春天要过去 它是冬天还没结束 还要穿羽绒服 就是晚上拍戏的时候 还要穿长款羽绒服 厚的 所以我最初排除的就是B的选项 因为4月份我真的在那待了一个月 真的好冷 5月下旬的时候就好很多了 然后10月份呢 我是没有在那待 但是我刚才看那个视频里 我觉得那个大部分的植物 是呈金黄色的 是是是 我觉得它是一个秋天的感觉 有秋季的感觉 对 一片金黄 所以我觉得5月和10月 还是靠谱的 王一 你又没去过 你怎么推断出是C 5月和10月呢 江江 它这个 它 对吧 对 别说 我就觉得它这个 这观点对吗 王一啊 王一 加油啊 我们观鸟 观的不是这个鸟待在这儿 是 因为这个鸟如果要待在这儿 它会飞得到处都是 它不会说集中在一个地方 所以观鸟一定是集中 看一个场面 所以我们看的观鸟 一般都是迁徙 就是鸟在飞的 就是从冷的地方 往暖的地方走 从暖的地方往冷的地方走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看到这个观鸟 所以这里面这个 比较合适的就是 中间的这个飞行的时间 就是5月和10月 祝你们好运 请判断 评 没有人选A 太冷太热 6个人选B 选C的 14个人 验证一下第五题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把它想成是迁徙的终点了 谁让你那么像呢 对 让我们看看本题的正确率 干得不错 各位 14位正确 我大家错误的有6人 来吧 评显一下 5题过后答题者的正确率 3位 不错 5题 3位 答对4题的5位 答对3题的4位 答对2题的6位 答对1题的有2位 刚才在优美的自然环境当中 再加上优美的生灵 显得画面很美 还有一种美 人类适当地参与 和自然和谐的发展 同样也可以产生美景 那么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场景 就很有这样的味道 而且还高科技呢 追全场最后 立体 看题吧 阿克赛不仅地貌多样 风景优美 并且这里还有另一个 得天独厚的优势 阿克赛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地貌条件 对于发展清洁能源 有着独特的优势 首先 阿克赛地处 挡金山山口位置 源源不断的风资源 对于发展风力发电 有明显的优势 另外 阿克赛地处 毛巫素沙漠边缘 心脏高原的北原 制造时间长且强烈 非常适合光伏 光热发电 咱们全线呢 是咱们的限运面积 是3.1万平方公里 咱们的新能源的布局呢 主要是分布在咱们的 岛金山南的40里戈壁 还有咱们的20公里的工业园区 咱们的风的这个状况非常好 它的风速呢 平均每年是达到了9米每秒 咱们的光呢 属于一类的光照区嘛 光呢 利用小时数呢 光复呢 达到了1860个小时 年平均呢 太阳辐射量达到了 是2167周焦 所以说咱们的阿克赛新能源呢 是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好 近年来 阿克赛努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目前现境内已经形成了光伏 光热 风电同时发电的格局 那么目前呢 阿克赛新能源呢 是装机是57.2万千瓦 其中呢 光伏是32.3万千瓦 分电是24.9万千瓦 阿克赛的千万千瓦 级的可再生能源的多能互谱 基地规划呢 通过了电规总院的评审 在阿克赛呢 总体的规划的装机是 能达到10385万千瓦 那么其中呢 我们的光伏呢 规划的是8625万千瓦 咱们的分电是500万千瓦 光热是1000万千瓦 优质的风力条件 是风力发电设备产能大小的关键 而优质的风资源 则是阿克赛成为了发展 风力发电的绝佳之地 我们这边超级的风水 风框比较好 平均风速在10到10米左右 风速也比较稳定 风向也比较稳定 特别适合风资这边 随着清洁能源科技 不断进步 光伏 光热 以及风力发电设备 各自发挥自身优势 相互配合 取长补短 为阿克赛居民 以及周边地区 提供源源不断的电能 而新装备的应用 大大提高了产能 那么问题来了 各位听听 请问 阿克赛一台风力发电机 一小时能满足多少户 当地居民的日用电量 选项A约50户 选项B约500户 选项C约1000户 三位请判断最后一题 好 谢谢 三位给主的判断 分别是B C和C 王一一先来 我相信科技 这里面如果是1000 3000 5000 我也会选最大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C1000 50是肯定不太可能 太少了 而现在很多工厂都是 用电量非常大的 而且他们都不敢停的 现在工厂 是一旦停的话 它那个机器可能开一下 关一下可能都要费很多电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发电量 应该是能够满足 很大的一个需求 所以它我就应该选最大值 选C 其实这个甘肃啊 这个白天时间很长 夜晚很短 那它用电的这个需求量 相对就会少一点 在你的字典里面 用电主要都用来照明了是吗 是啊 天哪 好可爱啊 是啊 你肯定晚上要开灯了嘛 不 照明用电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现在加电越来越多 它真的不是大头了 是 但它会用得多 所以就选最多的 来 我们听听时累的 我没去过那个地方 但是我去过有风电的地方 哪里 张北 张北 张北那个天路 风电呢 其实啊 它是属于有一个潮汐的区别的 对对对 它早上的和晚上那个风的大小 能量是会一样的 你是去过 你是去过 所以风电会导致一个问题 它可能会给那个公网 会产生一定的一些压力 冲击 所以我们就是为了减小这个压力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大的风机啊 它那个转速 基本上要求它那个转速是恒定的 为什么一定是500户 我们算一下啊 我们刚刚看到它那个转速 差不多一分钟转六圈 那么六十分钟是多少圈呢 三千六百圈 我们家一个月大概是用两百度左右 好 就算有些地区算我们家用得多的啊 就有些地区一百度 我们平均一下 每家每户每个月用一百五十度电 正常吧 所以每天是五度电 如果说是五百户的话 就是两千五百度电了 一天的一个用电量 两千五百度电 所以它一个小时 要转出来两千五百度 我觉得已经是顶泡头了 你要再大的话那真不行 二十位 最后一题 祝你们 好运 动手 平显 选项分布 有 没有 哇 十类 凭一己之力 拉走了一半将近 很厉害了 十类 很厉害 那选择C的也是一位 验证一下吧 那么在阿克赛 一台风力发电机工作一小时 究竟能满足多少户居民的 日常用电呢 我们机组在满发情况下 这个小时发电 大约是六千多左右的电 按照统计呢 当地阿克赛居民呢 每货 每天的云电量是六度左右 这样计算下来呢 我们分离发电机组 满发这个小时 可供当地 一千货左右的居民的 日天的云电量 清洁能源的发展 不仅为阿克赛和周边地区 提供了稳定的电力资源 同时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随着阿克赛近几年到 这个新能源的发展呢 对咱们的当地的这个税收 以及当地老百姓的这个生活 还是有了很大的改善 对阿克赛的这个就业 还有带动咱们全线的这个经济 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 归根结底 对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实惠 还是最大的 而且发展可持续 可再生的清洁能源 更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 保护我们的地球 本集的正确率 大家看一看 回答正确的11个 回答错误的有9个 一半一半 关键问题是 那三个五题连对的 到底是在11个里 还是在9个里 我们后台在统计这个数字 最后还是想跟三位 助差嘉宾一起分享一下 此行 我们到了这个美好的地方 你的所思所想所感 来分享给大家 王一先来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吃羊头的 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当地感受一下 他们的代客之道 品尝一下他们这种羊头的 独特做法 感受一下他们当地的这种风情 春爱 我觉得他们那个民族的习俗 还有那种热情 所以我看到那个毡房姐妹的这种 就是她宾客融为一体了 都能在那个环境下 大家一起嗨 然后感受这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一样的 如果有时间 能有机会参与到这样一个 不一样的婚礼当中 其实还是想一想 都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感受当地的热情 实在 我特别喜欢山野间的感觉 你想想 躺在那个大草坪上 五月到或者十月的某一天 晚上看星星 是 白天可以观鸟 然后伴着风车的 呜呜的那个声响 那是特别 你可以让自己的身心 身心一下子放空下来 离开手机 离开都市的喧嚣 给自己的时间 让它停顿一下 多美好啊 好 谢谢 三位的分享 一会点到作为号的答题 都有机会上台 而所有纠结的 其实都是前面警告过的 这最后一题 答对四题的 有没有 一定有 五位 数量不少 答对五题的 这就很厉害了 答对五题的 有没有 六位分别是 二号位 四号位 六号位 八号位 十号位 十二号位 组合你们六题全对的 有没有 有 我说怎么五题的数量那么多呢 五百户电 现在知道谁是坏人了吧 那么有请各位 有请各位 一块动手 打开属于刺激的礼物吧 如何 大礼物 好棒啊 好的 最后要说的是 感谢甭管您上没上台 感谢每一位 参与我们节目的答题者 感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 对 还有感谢身边 三位助餐嘉宾 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和你们合作 是我的荣幸 辛苦三位啦 更要感谢电视机前 您的陪伴 美好的时光 过得总是特别快 保持好心情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